看這個峰會之前 大家要知道是十點三十 約定時間 由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總統 和中國的習近平先生主席 將進行兩國高峰的對話 全世界關注 有人說 這場兩個人的會議決定著未來 中美兩國之間的 百年的未來的合作和走向 也有人說 這決定了中美之間所有的核武器 甚至是否能發動戰爭的可能性 都是跟今天這個會議有關係的 而且今天要談的事情 是中美貿易戰爭要達成的協議 經過了一系列的 笑話的 荒唐的 談判的過程 最終是在 將近在開始 八個月前 全世界只有文貴自己說了 說將以這個笑話 荒唐 荒謬的結果結束 確實是夠荒謬的了 人類上據說從來沒有這樣的 兩國之間一個貿易的談判 那麼這次在日本東京的談判 全世界高度關注的不僅僅是兩國關係 兩國政治 兩國核武器 或者兩國發生戰爭 更重要的關係是 全人類上 未來貿易的形勢和政治的版圖 以及涉及到了全人類 70多億人口 所有人的福祉 還是災難的問題 用什麼話形容 今天G20實際上都不為過 因為大家要知道 在G20之前 大家要看到一系列的事情發生 都是在人類的歷史上 和兩國關係上 即使在戰爭狀態 都是前所未有的 不管什麼樣的戰爭 也很難像一個協議 就能影響到這個全世界的未來的 二戰以後 達成的停戰協議 它事關著人類的福祉 那是戰爭協議 戰爭後的和平協議 和瓜分世界版圖利益 事關各國政治利益 和各民族未來的各種的 但是沒有選擇的是在美國主導的 新世界秩序的情況下 它達成的所謂和平協議 而今天要面對的事情 不是這樣子的 到底是中國 還是美國贏 東方贏 還是西方贏 是中國人贏 還是共產黨贏 是中國這個國家贏 人民贏 還是極少數的家族贏 事實上這件事情 絕不是僅僅習近平先生一個人做了決策的 因為它是各種利益的要平衡 那麼同樣的是美國 也不是川普總統一個人做決定的 它事關著美國所有的人的利益集體的平衡 和美國國家的安全未來 和中國國家安全的未來 和中國人民的幸福的未來 和美國人民的幸福的未來 和全世界人民是幸福還是不幸福的未來 那麼共產黨這個流氓體制是必須要消滅的 從過去的川普總統當上總統以來 中美之間的爭端 都在用著盡可能的外交手段 和新型的 國與國之間的鬥爭手法 中國叫打太極 現在是玩個人外交 但事實上 從美國開始跟中國要求貿易談判 增加關稅 制裁華為 事實上 兩國之間的戰爭早就開始了 開始於 十八大以來的 對西方的挑戰 和對西方利益的挑戰 和西方國家安全的挑戰 因為共產黨要領導世界 這次G20峰會說白了 就是到底是讓共產黨的極少數人領導世界 再加上領導全中國的十四億人民 繼續下去 還是不繼續下去 我們現在有很多核心的信息 據我現在所瞭解 協議是一定達成的 達成協議 條件是 中方簽署協議 同意 有三個核心條件 沒什麼四個條件 三個核心 第一條 互聯網開放 不行 或者只選擇性的對美國開放 這一條 第二條 大家可能都關心的 華為 孟晚舟 美國 取消引渡 讓加拿大他們拿出辦法 讓孟晚舟回去 但是 對華為將逐漸解除 華為交出技術 和美國分享技術 這是今天的第二個核心 第三個事情 就是向美國 宣布 對美國一系列的 貨品免收關稅 美國對中國免收關稅 就叫貿易新條件 叫兩國人民都舒服 這三個條件基本現在可能是會達成 所以今天我們直播的題目是 G20 有協議 力爆料革命 在這個我們今天直播前昨天看到了所有的 哎 舊莊組織沒有沒有今天題目啊 哎呦啊 這電腦給我個電腦來拜託 我們可以看到在昨天 也就是說將近十幾十六個小時以前 全香港 全台灣 包括南華早報 中國國內的什麼新浪 香港 統一的在宣傳一個事情 就是郭文貴 是香港抗議 香港抗議 反送中法的幕後黑手 合作人 合作人 是那個香港的前立法會議員叫 梁宋弘先生 梁宋弘先生 我真不太了解這名字啊 這已經有了 G20有協議 爆料革命大勝 所以 看得出來跟六四當年一樣的手法 六四他不說學生上天安門是啥原因 也不說學生是反對關島 反對腐敗 要求民主自由 他不說這個 他說有幕後黑手 有美國CIA 有西方領導的 這回又來了 又來了啊 這個香港的抗議活動 不說他這個 逃犯法是否合法 他也不說在大街上有多少大陸來的 人民解放軍 還有大陸來的警察 穿上香港的警服 非法執法 他也不談 香港人民的訴求是否合理 是否應該給予 以及香港人民對香港人民安全的關切 都沒有 就說這回又是黑手 這就是黑手了 然後呢 就差了一點沒說這班戟石頭砸自己的腳了 然後這個黑手就是郭文貴 黑手就是梁頌宏先生 我跟著聊天 我們從來不認識 就那天不知道老天爺咋回事安排的啊 這個我們的戰友之聲的Sara 找了我們的戰友連線 我們就跟Sara戰友之聲連了線 我們當時這個地方啊 舊莊同志還沒來呢 是由路德先生和Sara戰友之聲和現場連線 我們偶爾怎麼連兩下 連誰都不知道 反正知道是戰友 那天不知道就這麼個香港大街上 在茫茫的人海中 幾百萬人上街的情況下 竟然找到了一位梁頌宏先生 我跟梁頌宏先生連線之前 從未給他通過話 從未給他有一次見面 記住的話我兩個啊 從未跟梁頌宏先生通過話 從未跟他有毛骨面 結果 我們的戰友現在是誰我都不知道 應該叫小寶還是誰啊 找到了大街上的 哎梁頌宏先生 然後就說話了 人家可能之前聽過郭文貴爆料 人家這個梁先生 然後就人很含閒女氣 我在那塊兒就在那塊兒 很興奮的講幾句 行了 現在共產黨找到黑手了 黑手就是郭文貴和梁頌宏 郭文貴現在不牛都不行 我真很感謝共產黨這些作為 你們的愚蠢 真的成了老天爺給我的最大的禮物 所有的媒體報導 弄得我和梁頌宏先生重要了 我們又成黑手了 但是恨共產黨的人覺得 你說的黑手 那就是神之手啊 大家記住在所有的教堂裡邊的神之手啊 神之手啊 從郭文貴的郭三秒 到了郭三邪 現在到了郭黑手 接下來是什麼 就郭造反 或者叫造反郭 英文叫造反郭 那就你必須要認為這個郭文貴從郭三秒就變成郭三邪了 郭三邪變成郭造反了 從郭黑手郭都能夠造反 你想說我不重要都不行 好吧 這一報道鋪天蓋地 轉移G20 現在國內明星 范冰冰 立魂了 立魂了 然後現在又是什麼什麼 這事那事了 全是娛樂新聞 鋪天蓋地 你基本上算算啊 從G20開始到現在 基本上平均四個小時一個新聞 密度之大 娛樂性之強 千說未有 最後就把郭文貴的郭三邪 郭三秒的 又拿出來了 郭黑手 郭黑手往下就是郭造反嘛 然後就是了 郭文貴的背後有班農 班農和郭文貴的背後有CIA CIA幫我們是正常的 不幫我們是不正常的 那有啥呀 那有啥呀 對不對 CIA在國外跟我們合作 那也正常啊 FBI跟我們合作 那也正常啊 有啥不正常的呀 如果他們就幫助梁宋宏先生 幫助香港的這個這個抗議運動 那是太好不過了呀 咱感激不盡啊 那不叫黑手 那叫正義之手 那叫神手 因為所有的恨共產黨人都知道 那就說明郭文貴 和梁宋宏先生 有這個本事 有這個力量 孫立軍又來陷害來了 把郭文貴 借機把事推到郭文貴身上去 給你孫立軍和孟建柱造的 還有王岐山啊 你們幾個人造的 鄭洛華 李家超 盧偉通 林鄭月月 林鄭月月 這個上海幫 沒關係 跟你們四個沒關係 都是郭文貴幹的 孫立軍啊 只要你一出手 我就知道你有沒有 說明你沒招了 你真以為周南柯那些同事都是傻呀 他們看了你的報告都是傻呀 我昨天我在我辦公室 我就這個 我在那個YouTube上有個小短視頻啊 我在那玩一下 我笑 大家不知道我為啥笑 很多戰友說 你為啥那麼開心呀 實話說 就是我知道了 他們的 現在 要把這事跟郭文貴連在一起 跟美國CIA連在一起 我就笑的快不行了 我就想想 孫立軍要做啥 孟建柱和王岐山要做啥 我基本上判斷沒錯 我那天直播完我就知道 我得給大家說 我接下來 就會栽贓到戰友的 咱們身上 挑撥離間戰友 然後再找戰友出來 電視認罪 然後再指證 郭文貴給我錢了 路德給我錢了 薩拉妹妹給我錢了 鳳凰九天給我錢了 北京姑娘給我錢了 還有那大衛小哥也給我錢了 弄不好 痘痘出來了承認了 什麼得到了錢 我支持香港了 一定變這種故事 然後就圍攻香港警署的 那些暴徒都是郭文貴的人 然後呢 會找出某些事來 拿出郭文貴的視頻 拿出郭文貴的東西 你看看有個 我往哪家新聞的報道說 郭文貴 說美國人跟我們站在一起 美元我們搭搭的 神經病我從來沒說這話 我想這麼做 當然了我一點兒都不忌諱 我太想這麼做了 但是你沒讓我想到的事情 你用了這麼爛個招 找了個梁聰亨醫院 梁聰亨醫院是香港我認為最有前途人之一 我們很榮幸很願意支持他 不管你要多少錢 只要我能有的我一定給 多了沒有 還那句話 40億美元以上沒問題 50億美元以內 我是借的啊 我能借來給你 還有一個 梁聰宏先生 在美國歐洲 你能想找的人和認識的人 基本上我可以不吹牛的說 你找不著的我都能找著 你找的我也能找著 那沒問題 只要你說一句話 包括你們的尤惠珍女士 梁聰恆先生 尤惠珍女士啊 一定是香港的未來希望之一 我相信他倆不是對著諾貝爾獎取的 他倆不會想弄諾貝爾獎的 香港人知道他們付出什麼 他們是真心需要香港人有法治 民主和自由的 你這宣傳你說郭文貴咋能不重要呢 結果我剛剛下來之前 我們法治基金說 你看看郭先生 有一個人一筆捐了9萬美元 一筆捐了9萬美元 對不起啊 我得看一下 我發現這邊風情沒打開啊 這幾天的報道實在搞笑 大家好好回顧回顧那天我們這直播中怎麼發生的和梁聰恆先生連線 天意 天意啊 我們戰友之聲的那個黃色的logo 戴骰的 戴骰的logo 到時候都戴的logo呢 那在連線狀態 我們的戰友在香港那轉遊了一天了都快 十幾個小時 就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他了 結果就造成這麼大的事 成了孫立軍、孟建柱、王岐山的 抓手了 然後把我變成黑手了 現在把郭文貴變成郭造反了 我今天很榮幸 從郭三秒、郭三邪、郭造反 到變成 現在全世界瞩目的香港事件 發起人和殺神之意 說心裡話 我真希望我是 但我真沒這個本事 我真不是 跟我毛的關係都沒有 我們就是幫點小毛出點小利 弄點小錢而已 但是你把我吹吧 吹得有點不舒服 我也太厲害了 所以戰友們 今天G2010點30 還有一個小時以後開始 談要一個多小時 據我所了解 現在要延長半小時到一個小時有可能 達成協議 有利爆料革命 天大的事 所以今天 到現在為止 我大概已經是今天早上 8點多起床 到現在 大家知道我一直在工作 一直在開會 今天我最喜歡我們直播 4個小時到5個小時 所以大家別著急 你們該上洗手間上洗手間 該吃吃該喝喝 啥事別往行李喝 該幹啥幹啥去 然後呢 上完洗手間了 吃完飯了 閒的時候出來摟一下子 沒問題 戰友們啊 別著急 咱有4、5個小時了 所以說呢 咱現在 咱放放一個有戰友之聲 我們的英文小妹 還有我們的亞當 我們的沙拉妹妹 等等等等 笑天 恩哥戰友 製作了一個 急促中 做了一個視頻 就是關於 梁崇恆先生 被郭文貴採訪 是被我採訪 他根本就不知道 我是誰當時 是被人家被動的採訪 採訪了 他明白 我誰呀 你誰呀 郭文貴啊 好像 好像聽說過 好像聽說過 哈哈哈哈 我在那塊 就在那塊 說了幾句 結果這成大事了 國際事件 結果這一報道啊 國內很多的朋友 給我發的信息 包括戰友們啊 哎呀 郭先生 你太厲害了 原來是你 推動的這個 香港這個偉大的抗議革命 你太厲害了 太佩服你了 我說不是我幹的 但是現在我小說不都不行了 但是回頭看 這兩年前 和今天的郭文貴 有些好事 不往咱頭上放都不行啊 你看看這視頻吧 感謝戰友們 20 2020大會 開播 乒乒乓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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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哎呦我的媽 那麼噓噓噓 大家看了剛才 咱們戰友之聲 戰友們做的這個視頻 大家有什麼感受 我也給大家聊個天啊 這個最近幾天啊 我見了幾位戰友 我見了幾位戰友 其中一位戰友 是一個一直以來支持文貴爆料的 老同志 不叫老領導 老同志 他最近去東北 去西部轉了幾圈 回來以後 他給我講講 他在中國大陸看到的 發生的事 我覺得這對我來講是好消息 對我們爆料革命來講 是天大的好消息 也讓我內心的很多擔心 讓我感覺到放下來了 原因特別簡單 因為他告訴我說 在一年以前去這些地方的時候 他感覺到這個天下 都在恨習 官員恨王岐山孟建柱 當然醜化了 恨死孫力軍小人了 那麼現在這次回去 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很多人都變了 說這個變化在最大的方面是 私人企業家大老闆 恨習 覺得大陸老百姓不反習 過去很多人反共 現在很多人不反共 很多人知道王岐山孟建柱孫力軍是大壞蛋 江家江家江志誠有錢 朱鎔基家有錢 但是呢老百姓認為現在最可恨的他們認為是王岐山孟建柱孫力軍 太壞了 但是呢私人企業家呢 不太怎麼這樣 他們都恨習 這是個反應 這是政治上 變化巨大 說這個APP的這個學習啊 風靡全國 有的人真的是被洗腦了 而且更大的變化 我認為現在是 這個是非常真實的 說前所未有 國內啊 從北到南 從東到西 一致反美 一致反美啊 反美情緒高漲 不是一般的高 而且現在就覺得這個美國人 川普總統太壞了 蓬佩奧太壞了 萊特希澤太壞了 然後史蒂夫班農太壞了 還有皮特納瓦羅也太壞了 皮特現在在日本呢 還有 大家有沒有感受到 就現在這個反 對不起啊 這個反共啊 和反習啊 反王既然反孟 可以說是非常的旗幟鮮明 旗幟鮮明 所以這一年的變化太大了 那麼反美是前所未有 這個是非常非常誇張的 經濟上 他認為現在的國內經濟遠遠比一年前好得多 就國內啊 醫院 各大醫院 人滿為患 到處 醫院裏邊都是排隊等著的 到處擴建醫院 現在啊 國內的很多人 買房的人也很多 說很多老百姓都有工作 據他所瞭解 北京啊 西安啊 像廣西啊 像重慶成都啊 河南鄭州啊 福州一帶的 滴滴一行 活得不得了 有的地方都在排隊 甚至一個城市幾萬人 十幾萬人等待著一個滴滴牌照 被批准 因為現在限制了嘛 餐廳生意好 啊 餐廳生意極好 去了一些酒店 去了一些中級酒店餐廳 生意特別好 還有就在經濟上體現的事情 他說銀行是大麻煩 啊 證件公司是大麻煩 現在呢 這個地方已經到處 地方政府說不允許再把 私人企業這個國有化 停止了 所以現在大陸現在企業 形成了一個快速的循環 就老一代的企業家 基本都被滅了 現在吧 都在享受 在講述 已經是自己成為歷史的 那段富豪的過程 基本沒人搭理了 第二次就是創業的啊 或者說創業成功的人 極少 然後第二代 也就是說 30歲 到55歲之間 這個牛叉的人 少數啊 幾乎讓位給 70後 到2000後 這些人呢 現在 一心賺錢 都累得要死 完全不感謝共產黨的事 這是一個核心的變化 另外一個金融機構出事 大家也都知道 大家也都很聰明 但是由於 共產黨的這種嚴格管理 很多人是不說話的 不談的政治 就面對現實 另外一個對外移民現象 它基本分得很清楚 只要賺了錢呢 有什麼辦法 甭說美國歐洲啊 就哪怕能跑到北歐去 跑到非洲去都想跑 能走就走 另外一個 就走了的人都不想回來 現在年輕人能賺錢都捂 撈完以後準備走 就是國內醫院過癌症多 這個年輕人賺錢拼了命 盡量自己別走進醫院去 賺了錢的能跑就跑 哪怕去非洲也不待在中國 所以中國現在成了一個 政治上絕對閉嘴 成為敏感地區 徹底被洗腦 利益輸送 收買絕大多數的人 殺機驅亂 凡是私人企業家 基本都給它滅了 然後形成了一個 中國現在是一個 搶錢騙錢的 一個大戰場 說監獄裡邊 很多都是搞金融的 搞P2P的 搞金融網絡的 錢進去了 另外一個官員 很多官員都當成 只要能活著出去 堅決不在大陸 能撈多少撈多少 現在已經是 從過去的直接貪 直接撈 變成了 間接性的持股 和間接性的貪和撈 長期投資 長期腐敗 也就是說 現在的腐敗 已經上了層次了 也已經現代化了 另外一個爆料革命 說爆料革命啊 一年前的回就是 人人談 現在很多人不談了 為什麼 在國內上個VPN 太難了 還有一個是 到處抓 到處查 但是 在國內的 知名和傳播 是飛速的 瘋狂的 讓共產黨感到害怕 據他了解到的 企業家 私人企業和官員 都寄希望 又爆料革命 都深信不疑能推倒共產黨 年輕人呢 關注的不像以前那麼多 都在撈錢 然後呢 另外一個就是 普通的老百姓 西部地區和東部地區 關注特別多 老年人 特別多 到廣東深圳 這一代人呢 絕大多數是 企業家關注的多 而且深信不疑 我們都把共產黨給滅了 這是 咱們戰友們的反饋啊 另外一個戰友們的反饋 就有意思了 在北京 談誰都可以 別談郭文貴 有些人在桌子上 吃飯的時候 喝酒 喝幾杯以後 就是一切都是剛剛開始啦 我們是戰友啦 你健身了嗎 還有這個孟建柱的呀 這個這個這個什麼 這個這個 韜剛芳啊 這些什麼都來了 這詞兒 很多人呢 醉酒以後 基本都這詞兒 成了流行詞 醉酒之前不能提 不能提爆料根 不能提郭 另外一個 國內現在網絡上 只要是他能打開 留言呢 基本上 都是 現在反對王岐山 孟建柱的 和孫立軍的 說一下這個海航的事情啊 這個海航 現在可以這麼說吧 海航的事件成了 國內 國內的企業家幾乎每個人 都要對比的一個對象 對比什麼呢 第一條就是王健之死 王健之死 對這個中國的企業家 影響太大了 不是一點兒的大 大家都被 都怕被拍照死啊 在家有胡舒立還活著呢 是不是啊 胡舒立這個女人 簡直糟糕到了家了 很多國內私人企業家 恨王岐山 恨孟建柱 恨孫立軍 再恨這個吳曾 再恨胡舒立 這個吳曾 胡舒立 成了國內現在成了個瘟疫了 幾乎胡舒立 在他這個行內 基本上是 就真的是過街老鼠啊 吳征的真跟狗屎一樣了 現在吳征是到處領了共產黨的官員 各地的官員 特別多安全部和公安部的人 到處旅遊 外市訪問啊 主要玩這個呢 吳曾 吳曾主要玩這個 所以說 海航的事情 讓大家警醒 讓大家害怕 但是海航能把國內銀行 幾千億的貸款 完全不付利息 你想想戰友們 幾千億貸款利息是多少錢 你們算過沒有 幾百億的利息 幾百億的利息 他得拿多少利率能賺 他得賺幾千億 上萬億的營業額 才能賺幾千億 他怎麼能還得了啊 還不了 所以就耍流氓嘛 王岐山替他後 大家不知道 海航的金蟬托殼 包括出賣海外股份 包括給中共上層說 你看看 當初我們買的東西 現在你買不著吧 說明海航是對的 然後呢 我們賣出是破於無奈 是錯的 但是就不談 你這個貸款是真是假 你貸款為啥不還 這就共產黨的邏輯 這在香港 說郭文貴和梁頌恆是黑手 郭文貴和梁頌恆 要能把兩百萬人弄接上去 我還當黑手嗎 還當你心目中的黑手嗎 我直接就把你給滅了 我當著黑手幹啥呀 是不是 耍流氓嘛 所以海航現在 拼命地說自己過去的正確 從來不說自己的犯罪 拼命地說自己多偉大 就不說王岐山怎麼死的 拼命地說自己對國家多重要 從來不說對中國人民的危害 和殘害的程度 終於可以網上和文貴試試聊天了 終於可以網上和文貴試試聊天了 金蟬脫河 段有出征寸草不生 縱橫天下 文貴不適合當柳兄 育人用老一套不行地 郭先生對員工真體貼這樣 中國人口才14億啊 所以說現在國內呢 大多數人不知道的真相 那就是說現在很多企業呢 背後的控制都是盜國賊 很多人沒搞明白 當他搞明白的時候 實際上已經完全是 已經來不及了 國內的現在各種民生 都在被他們給控制著 毛台董事長被抓 毛台任何一個董事長被抓 都不是因為他幹了多少壞事 每個人幹的壞事都不 一點都不少 是因為毛台董事長的利益太大了 有人惦記上了 經常換董事長就是經常換利益 就這麽簡單 抓壞事長 就這麽得怎麽整幾百億幾十個億吧 少說幾個億得弄了吧 然後自己人去就這麽錢去 就這麽簡單 全人類上只有壹個國家的 老百姓的經濟不好 但是他的白酒好 哦 誰喝呀 那是裝謀音 那是裝謀音 嗯 呀 哪 呀 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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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大哥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是我们的 海阶上 房子 一会儿 在那边 关于 追随水 然后 这个香港 这个麦静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边 我也看了 这边 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对待 但是 现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现在 基本上 他被抓起来 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边 真是 这边 马云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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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什么 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事情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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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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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边 这边